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又是打折又是发福利的猛汉王第6名 新推出的Cesco 2019柏林Major通行证第7 绝地求生第8命运2第9 榜单的末尾那则是经典其实战略游戏帝国时代的重制版本 帝国时代决定版 本周取得Steam销量中榜第8名的绝地求生还放出了一段视频 向玩家们介绍了即将上线的全新功能 动态天气系统 据官方介绍 现在天气系统将为爱伦格这所小岛 带来更多的天气状况 包括大风小雨甚至冰雹 暴风雨 电闪雷鸣以及迷雾 相信未来这个新功能的加入呢 也会给PUBG这款经典的大逃杀游戏 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与此同时 吃鸡开发商蓝洞 也在最近公开了自己的新作漩涡迷雾 和绝地求生不同 这是一款带有Rogelag元素的回合制RPG游戏 游戏的背景设定在一个人类濒临灭绝的时代 玩家需要从性存的人类中挑选拥有不同能力的职业角色 深入随机生成 并且视野受限的漩涡迷雾中展开冒险 来揭开整个怪兽事件的真相 目前游戏已经上架 DEM预计于2019年10月正式发售 最近 APIC独战这件事呢 一直是玩家们热议话题之一 它既引起了广大玩家们的愤怒 也获得了不少开发商的交口称赞 对此 万代南梦宫欧洲公司副总裁 埃尔伟在接受外面采访时 也表达了他们对APIC的态度 就是不感兴趣 埃尔伟表示 万代南梦宫目前正在缓慢推进一个完整的平台策略 就是更关注于消费者和品牌 虽然现在APIC的商业模式十分吸引人 而且获得的分成和利润也会更多 但它独占的策略和公司的战略是相悖而行的 所以在短期内 万代公司在对于APIC商店发行独占游戏并不感兴趣 在采访的最后 埃尔伟还表示 如果APIC的后续政策可以变得更加开放 那么万代将会很乐意参与其中 游戏史上最大的比方 星际公民最近又出来卖飞船了 据官方介绍 这是一个大型42中队军用飞船 名叫鹦鹉 配备多种武器 设价是675美元 随着星际公民开放更多飞船的购买权限 游戏的众筹金额也突破到了一个天文数字 目前众筹界面显示的金额是2.3亿美元 注册玩家数字达到了235万人 而且随着饼越化越大 工作室的人头数也在不断增加 至今开发员工总数已经接近500人 星际公民这款太空模拟沙盒游戏 它的吸金能力就体现在 这些时不时推出的飞船上 值得注意的是 鹦鹉罗它还不是这款游戏中 最贵的一款飞船 曾经的曾经 星际公民的开发人员 为那些花费超过1000美元的支持者们 制作了一个特别的船包 售价高达27000美元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两款全新IP的消息 国外论坛玩家发现 Tentro旗下研发2K系列 评誉游戏的市值概念 在其官网上发布了几个招聘广告 表示这些职位呢 是为一款基于载具的 全新开放世界游戏准备的 而且要求应聘者拥有过用的 驾驶类游戏设计经验 包括车辆的操控碰撞和物理特性等等 从上面这些职位描述来看 基本上可以确定视觉概念 正在着手开发一款 驾驶类相关的开放世界游戏 最后也有玩家推测 这款游戏很可能就是 Tek2旗下的赛车竞速老IP 《湾岸午夜俱乐部》 同样是招聘广告通路消息 《魔女人生》系列开发商 Mexis正在招聘新IP的创业总监 来带领团队开发新IP 其中一项职位要求就是 具有长期实时服务游戏的经验 以及与授权合作伙伴的合作经验 也许这就意味着新IP 可能是一款长期运营的授权游戏 最近Steam上上架了一款 和沙路坚塔类似的 Rogelite爬塔游戏 《超在地牢》 售价40元 《超在地牢》这款游戏 结合了皇室战争的 轻度RTS模式和 《沙路坚塔》的DPG玩法 游戏的难度在卡牌游戏中还算是简单 玩家将在游戏中探索一个随机生成的地牢 让成千上万只羊火小鸡为你冲锋上阵 不断扩充和迭代手中的卡牌搭配 挑战各式各样的怪物 让动物和炮火填满屏幕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访问YXCCG售卖高折扣CDK 和75折Steam充值卡的淘宝店和微信小程序 Steam热销游戏和热门新品都在这里